小珍跟小天在一起已经两年了,两人可以说是郎才女貌,两人交往了一年就结婚了,婚后不久小珍就怀孕了,而小珍因为怀孕了,于是只能辞职在家。 公司里也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孩,虽然小珍很漂亮,可她依旧很担心,这一年,小天升职了,要经常出差,而小天一走就是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,小珍总是在会胡思乱想,每次打电话给小天,小天就会说自己忙。 这也让小珍的顾虑越来越大,越想越心慌,可是有些事情你越不想她发生,可她就是会发生。 依次,小天结束了一个项目出差已经回来了,而怀孕了八个月的小珍看到了正在整理行李很忙的小天之后,突然就哭了,并且直接提出了离婚,于是小天就问自己做错了什么。 小珍就说,你自己做了什么还问我,说完这句话打了小天一巴掌,然后就哭着进了房门,把门也关了,不管小天怎么说小珍就是不开门,小天把小珍太激动会动了太气,于是就一直说着好话哄着,可是小珍非但美好,还越哭越大声,她也非常无奈,并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好事。 正当小天非常迷惑的时候,家里的保姆指了指阳台,小天看过去,瞬间就傻眼了,因为自己在整理行李的时候,有个衬衫穿了半天,自己又不想洗,直接就拿到阳台晾着了,而衬衫领子那有个口红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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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